市長想跟我們說一下機場後程的危機嗎 是財務狀況不是很好 因為從疫情大概109年2月開始的話 旅客人次的話降到從4800多萬人次 然後到去年大概110年大概91萬人次 這個接到地上只剩2% 那相對的我們還有很多的建設 那這個部分是虧城是必然的啦 因為沒有旅客啦 那至於說狀況的話我們是目前為止 還在調整當中 但是政府也有很多給我們一個支持 會影響到機場同仁的生計嗎 我想應該不會啦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是國一系列嘛 交換事情交換的建設也都是整個國家建設 我想是因為這邊政府這方面 不會讓我們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們繼續努力就是這樣 3月大概估計會有多少的一個可以數 因為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大概已經有借款70幾億嘛 那我們預計到3月份 按照我們的服務程進步相關一個東西的話 我們可能會累積借到100多億 100億左右而已 那償還的來源 目前為止的話就是我們先借嘛 那我們也針對我們的部分目前為止 我們還在按照我們的一個收入狀況 再來償還 那未來可能有需要狀況好的話 就慢慢會陸續把它償還掉 那也有需要有些作品的話 就要自己來做進行的 字幕 быстроق號 我們已經 Julie Champi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